大家好呀,我是圆圆 之前做过荷花酥、桃花酥、菊花酥、四叶草酥 今天我要复刻老饭骨同款蜜枣酥 快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咱们先来做馅料部分 这里是一斤红枣 先用水清洗干净 再用自己的方法去掉枣盒 没有专用工具,暂着能用刀啦 宝子们,有没有更好的去枣盒方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全部装入蒸屉,上锅蒸熟 我大概蒸了半个小时吧 倒进料理机器 加适量清水 搅打成细腻的红枣泥 打好的枣泥咱们还要过滤一下 把里面的枣皮给过滤出来 这样口感会更加细腻 开中火慢慢炒 期间要不停搅拌 步骤跟做杜沙馅是一样的 炒得明显变浓稠以后 加80克熟的糯米粉 50毫升玉米油继续炒 把它们给炒匀 最后像这样不粘锅了就可以了 放进碗里放凉备用 接下来咱们开始做面皮 中筋面粉175克 没有红菜头 我用了8克红柜粉代替 清水90毫升 猪油25克 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大概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用保鲜膜包起来 入冰箱冷藏 洗两个小时以上 接着咱们来做油腥 低筋面粉150克 猪油110克 这一步最简单的 只需要将它们拌匀即可 完事儿 时间大将油皮拿出来 撒上一点点干粉 用擀面杖擀开 擀成一个长方形 油芯部分 擀成油皮的一半打 放上油芯 再将面头折过来 饼饼一定要收紧 不然油芯会跑出来哦 再次擀薄 若有气泡 用牙签挑破 两边面皮比较厚 用刀切掉 将两头向内对折 进行第一次三折 当我再次折的时候 就破嗦了 我的天 这也太难了吧 可真是看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啊 不能放弃 咱们接着来 跑了大半个城 终于买到了红菜头 这次千万不能再用 红薯粉调色了 还是一样 按照上次的步骤 再来一次 进行第一次翻折后 用保鲜膜盖起来 松弛10分钟 再操作 再次擀开 擀薄 两头切掉 进行第二次翻折 这次居然没有破素裂 超开心 最后切成宽豆一样的长条 表皮刷一点点水 将酥皮全部重叠起来 看这一层一层的 多好看呀 用保鲜膜包起来 入冰箱冷冻一个小时 一勺面粉 适量抹茶粉 适量清水 磨一个绿色的面团 等一下用来做红枣的瓣 取适量枣泥馅 搓成红枣的形状备用 酥皮冻一后 用刀切成2毫米厚的片 顺着纹路稍稍擀薄一些 表面刷一层鸡蛋液 放上杂粒馅 卷起来 将兜出来的部分切掉 接口处还要刷点蛋液粘合 两头用骨口慢慢的收紧 多余的部分给它掐掉 用工具在一头抽一个小洞 慢工出细活 做这个千万不能心急 还要记得刷上蛋液封口 防止捏开 最后放上用绿色面团 做的小袋装饰一下 当当当当 终于完成了 真是不容易啊 看看像不像 起锅烧油 用筷子试下油温 像这样快速冒泡泡 就可以下锅炸了 我大概炸了一分钟左右吧 拿起来看看 哇哦 这颜值有没有经验到你呢 真的好好看呀 虽然和大师做的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我真的真的已经很满足了 酥脆的表皮包裹着香甜的反铃馅 每一口都是为你的享受呀 都看到这儿啦 记得帮我点个关注支持一下 您的支持就是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我是圆圆 关注杰素根的美食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